女孩坐在比自己大两圈的锅里 面前的巨人正挥着40米的大刀准备做晚饭 她手起刀落 砧板上的臭瓜瞬间一分为二 强大的力度直接将女孩震了起来 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她不断向巨人求饶 希望她能放过自己 幸运的是 这个巨人吃素 对女孩并不感兴趣 那为什么巨人还要把她抓来呢 这要从几分钟前说起 索菲因为睡不着在窗台发呆 无意间 看到了一只大手从角落伸出来 她被吓得愣在原地 大手的主人回头一看 正好和索菲对上眼 见巨人走来 索菲立马跳上床 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可巨人为了防止秘密被泄露出去 她只能将索菲带走 虽然巨人身形庞大 却灵活得很 将路灯一遮 就隐身在黑夜中 为躲避前方来车 藏在卡车上 看见有人丢垃圾 立马化身为大树 随后她跳过公路 跨过大海 越过山峰 穿过雷云 很快就到了巨人的老巢 巨人将她挂在树枝上 索菲探头一看 巨人居然在磨刀 这可不行 她立马看向四周 抓紧机会 顺着树枝跑到窗口 可奈何索菲的力气太小 根本搬不动窗户 还一不小心踹倒了东西 发出的声响惊动巨人 她端着锅走来 一推窗户 将女孩对进锅里 还顺手颠了一把 她将锅放到旁边 抓起旁边的菜刀砍向臭瓜 锋利的菜刀给索菲吓得不行 她连忙和巨人套近 突然听到窗外有响动 巨人一看 原来是其他巨人们 她警告索菲 千万不要逃跑 因为其他巨人们只要看见人类 就会毫不留情吞进肚中 随后巨人从包里拿出一个罐子 里面闪耀着蓝色的光芒 索菲对此很是好奇 梦 梦不是梦 我其实没有梦 我已经有瘟狂 巨人拿着放大镜坐下 开始读索菲的书 就像有魔力一般 索菲一下就睡着了 夜里 索菲趁着巨人睡着 偷偷溜了出去 没想到突然伸出一只巨手 将她抓住 此时她看见巨人就在门口 她不断求救 可巨人就更没听到是的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巨人拎起她的身体 将她吞了下去 苏菲猛地惊醒 原来是巨人怕她逃走 故意给她输入的噩梦 说着 巨人倒了一杯绿色的饮料 她立马被吸引 因为她发现饮料的泡泡是向下的 可巨人说向上的泡泡 会让人打个很难为 自己不喜欢 索菲却觉得肚子中的气泡向下走 从别的地方出来 那样会更难闻 之间巨人咕咚咕咚猛喝几口 然后 威力就跟机关枪似的 两人正说笑着 突然被一阵声响打断 来者正是大块头 她被巨人吵到 可她刚进来 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开始到处乱翻 寻找食物 情急之下 索菲躲到臭瓜中 可饿极了的大块头 正巧拿了那块臭瓜 失重的索菲差点掉出来 还好被巨人阻止 才躲过一截 大块头走后 索菲才敢爬出来 可这一身黏糊糊的也不是办法 于是巨人带着她去洗澡 还找来衣服换上 巨人看着眼前的小外套 好似回忆起什么 时间到了 巨人要出去工作了 原来巨人是个捉梦人 他每天都要去不梦 然后吹进人类的梦乡 老头被巨人强行按在车顶 用力推下山坡 对面的巨人将两辆车 当做滑板踩在脚下 也从山顶滑下 眼见两人就要撞上 车里的小女孩猛地一打方向盘 巨人瞬间劈叉 巨人鸡飞蛋打 疼得再也不能起身 他们拽起老头还想继续玩耍 可天空突然打雷 很快变下棋雨 巨人们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的就是水 他们立马将老头扔下 纷纷逃窜进洞中躲雨 趁此机会 老头赶紧将女孩救出 爬上山准备工作 老头是巨人国中的补梦人 他每天都要去补梦 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类 因为索飞意外撞见老头工作 为了防止秘密泄落 他只能将索飞带了回来 两人往山上走着 很快便穿过一层迷雾 来到了梦之国 他们来到一处清澈的潭水前 只见老头纵身一跃 便进入了梦之国 索飞也跟着跳了进去 他看见五颜六色的梦 顺着树叶的脉络滴下来 随后就四处逃窜 老头看见一个金色的梦 瞬间两眼放光 因为这种颜色极其稀有 他抄起补梦网就追上去了 真不容易 他费了好大劲才将其抓住 索飞见状也来了兴致 他也学着老头去追梦 没意会 索飞便抓到一个个红色的噩梦 因为颜色越红 噩梦的程度就越重 老头立马将其关在瓶子里 补梦结束 就要去吹梦网 老头找到一家三口 他熟练地将美梦和喇叭装好 转了个圈 将美梦吹了进去 随后告诉索飞 男孩在和美国总统聊天 虽然看起来梦结束得很快 在心里却很久 男孩面带微笑 看得出来这个梦让他很开心 两人准备回家 却发现索飞的毯子掉到了巨人谷 老头顿感大事不妙 如果毯子被巨人们发现 索飞就藏不住了 于是他让索飞做梦 将其放在孤儿院门口 醒来的索飞十分伤心 他不愿离开老头 在三卷说下 老头终于同意带着索飞回去 两人刚回到家 巨人们便找上门来 为首的大块头拿出索飞的毯子 给每个巨人闻了后 便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他们不管不顾 将老头辛苦收集的梦推翻 里面的梦到处乱飞 可长期被欺负的老头也不敢反抗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 被翻得乱七八糟 索飞也根据巨人的位置不停变换 差点被发现 他立马躲起来 老头看着四处逃窜的劳动成物 心里也十分无奈 索飞趁着巨人们和老头说话的空档 他拉起扫帚 利用水的重力将自己送了上去 他来到之前那个小男孩住的房间 看到了墙上和老头温馨画面 此时巨人也顺着气味找了过来 眼见索飞要被发现 老头举起烙铁喊道 随后用烙铁烫向前 大块头一把夺过闹铁 老头抄起地上的水桶便颇向巨人 一把将所有巨人们都赶走了 女孩再次躲过一劫 这时他看到墙上女王的画像 思考片刻 一个计划慢慢形成 他要借助最有权威的人 帮忙将恶魔巨人们赶走 巨人共餐的场面有多搞笑 服务员先用梯子搭在巨型的桌子旁 随后将叠成小山的食物摆在桌上 只见他插起五十个饼干 抹上一堆蛋黄酱 再放进他的深渊巨口 巨人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 巨人一口接一口 一刻也停不下来 看到服务员给他倒了一杯黑乎乎的饮料 他学着索飞的模样 一口闷下去 结果 直接给旁边的服务员洗了个澡 为了答谢女王 巨人也拿出了自己的回忆 与众不同的是 这个饮料的气泡是向下的 众人举杯 下一秒 就连狗狗们也没能幸免 而巨人找到女王 是为了赶走其他吃人的巨人们 索飞让老头给女王一个很可怕的梦 九个巨人在吃小孩 再将军队放进去 还会梦到索飞坐在她的窗台 巨人老头也在后花园内 添加完毕 老头带着索飞赶往女王的宫殿 他巧妙躲过士兵的勘察 来到女王的寝宫 将准备好的梦吹给女王 隔天 睡醒的女王将这个可怕的梦告诉了管家 可当管家拿起当天的报纸时 两人都震惊了 真的有孩子失踪了 更神奇的是 梦里出现的女孩 真实出现在窗口 而下一秒 梦中善良的巨人 也出现在面前 这给女王激动的 当即要请二人共进早餐 可因为巨人身形庞大 他只能爬进走廊 拱着身子走进大厅 撞掉了女王的路意识 这是大表声 吃饱喝足后 女王派遣军队跟随老头前往巨人国 老头跨过大海 军队直升机紧随气候 进入巨人国之前 他让直升机停在门口 因为在这之前 他还要做一件事 他在屋里做了几个绝望的噩梦 如果梦成功了 他们醒来后会充满悔恨 老头坐好后 两人坐在山坡上聊天 约定以后也要继续做朋友 聊天完毕 正准备吹梦时 发现自己的喇叭落在了女王宫殿 正当老头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瞥见索菲正抱着瓶子 朝着巨人们跑去 他想趁巨人们睡觉时 敲咪咪打开 可他放下瓶子的声音太大 将大块头吵醒了 他看见索菲 立马就要把他吃掉 情急之下 索菲一把敲碎瓶子 噩梦随之飞出 钻进了其他巨人们的梦想 中招的巨人们纷纷懊火 可唯独提前醒来的大块头 没有被噩梦影响 他气急败坏 想将索菲抓起来吃掉 突然老头挡在身前 他一把将其抓起 准备胖揍一顿 以泄心头怒火 就在千军一发之客 一根绳索拉住了巨人的手腕 另一根绳索困住巨人的双脚 一个没站过 他直接跪倒在地上 特种兵纷纷从直升机滑下 其他巨人们也一一被制服 直升机带着他们来到一个遥远的荒岛 直接在海面上降他们扔下 怕水的巨人们狼狈地爬向荒岛 大块头爬上山头 不甘心地看着直升机远去 突然头顶砸下一个臭瓜 网上一看 漫天的臭瓜扑面来 随后掉下一个箱子 原来女王没有放任不管 送给他们一箱臭瓜种子 他们此生只能自力更生 与臭瓜为伴 再也不能作恶 因为巨人怕水 他们此生也只能被困在孤岛 影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索菲通过触觉视觉去感受梦之果 巨人则通过听觉去发现生活的美好 他们保持着对梦的感觉 在散播梦的同时 获得了属于彼此共享的浪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单纯和纯真 因梦而起的浪漫 终会成为最浪漫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